大家好,我是佩玉,每天分享不一样的篮球趣事 今天的我们分享的话题是 李鸿庆又签约国手后卫 高诗炎两年后回归无位置 辽宁男篮和山东男篮永久互换 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 这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话题 本赛季山东男篮和辽宁男篮进行了一笔大交易 那就是山东男篮用这个朱镕镇交易得到了高诗炎和这个郭旭 尽管赛季之初辽宁球迷对于这一笔交易可以说是充满了一些质疑 但是呢,经过前三阶段的一个比赛来看 可以说吧,朱镕镇和高诗炎的这个交易 对于双方都是一个双赢的一个结局 朱镕镇在内线上可以说是给刘新权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已经成为内线韩德军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替补 同时在这个大韩商品期间 这个朱镕镇也承担起了刘新权内线的一个重任 已经深得主帅杨明以及蒋兴权老爷子的一个信任 成为球队内线的一个关键的一环 而山东男篮得到了高诗炎之后 球队的后卫线可以说是得到了一个补强 同时这个高诗炎在山东男篮也多次打出了一个高水平的一些数据 无论是得分还是助攻以及抢断 都堪称是最近几个赛季最佳的一个水队 可以说这两支球队这个租界协议 对于辽宁男篮和山东男篮都是一个双赢的一个结局 而近日辽宁男篮也传来了一个消息 据中国又15男篮的一个清训名单 我们可以看出国内2005年龄段 后卫天才何嘉宣已经加盟了辽宁男篮 而且这个何嘉宣是以辽宁男篮青年队的身份 入围了此次又15的一个青年队 这也意味着辽宁男篮又签下了一名非常主梦的天才后卫 据说这个何嘉宣身高达到了1米96 预计他身高可以涨到2米左右 打球风格与北京北空的孙岳非常的相似 同时也与广东宏运的外援马尚布鲁克斯有一些相似之处 此次辽宁男篮李鸿庆签约这个后卫线的球员何嘉宣 是为辽宁男篮的后币人才储币力量 不管此次是又15的一个集训队 但是这个何嘉宣的一个真实年龄已经到了16岁 相信两年之后就可以达到年满18岁 达到了CB一个注册的一个条件 届时这个何嘉宣很有可能登陆CB迎来CB的一个首秀 而那个时候郭尔伦赵基伟的年龄也在逐步的一个增长 球队也需要进入了一个更新换代的一个时间 如果两年之后这个高世炎重返辽宁男篮 那么辽宁男篮后卫线依然是比较拥挤 依然是人满为患 球队不仅拥有郭尔伦赵基伟严手齐 同时还有这名国手何嘉宣 可见这个高世炎即使回归 也不可能获得更多的一个出场时间 同时作为潜力的希望之星 这个何嘉宣经过历练 肯定会是辽宁男篮未来一号位的一个领军人物 甚至是成为郭尔伦的一个接班人 而那时杨明也肯定不会给高世炎更多的一个出场时间 而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高世炎不如选择继续留在山东南篮 与辽宁男篮 朱镕镇形成一个真正的一个永久转会 如果高世炎和朱镕镇能够达成永久交易 那么对于辽宁男篮和山东南篮都是一个永久的一个双赢 我们也期待吧 无论是高世炎还是朱镕镇 以及这名小将何嘉宣 未来都能够奉献出一个精彩的一个比赛 能够贡献自己的一个能量 在未来的一个职业中能够发挥自己的一个作用 为各自的球队能够取得好的这痕迹 这就是今天我们也分析的话题 不禁之处 欢迎批评指证感情不错 欢迎点击关注我的话训练 好 谢谢大家